老师现在台股震温2万 到哪些个股震荡来回具有潜力 又该如何操作呢 好那现在AI的热潮 那AI处理大量资料 会产生高温高热 所以需要散热 那过去前一阵子 散热的股票大涨 那不管是气能的 还是水能的散热方式 这个包装散热的 刺服器的机壳也很重要 像821里的勤诊 他就回答发布是 MGX模组2U的合作伙伴 像这道机壳股 也是可以留意 那他在320的时候 是拉回来 那现在正在整理 那拉回来就是一个买点 那像6117的银广 去年是损失 营收是衰退 那今年已经转正 但是转机股 从PC的刺服器 到刺服器的机壳 这档股票拉回来也可以注意 欢迎收看财经急诊室 我是方云 让我们欢迎华信投股投资长 许江振 许博士 许博好 许博好 观众朋友 大家好 老师台股已经降温2万第三天了 那现在拉回的个股 是不是有机会呢 是 拉回都是买点 那现在台股站上2万点 已经站稳了 那后市有没有行情 会不会担心说跌下来 这是投资人关心的 那哪些股票拉回来会有机会 那这些股票怎么样来操作 这个在今天节目中都会一一的来跟大家说明 那今天台股稍微拉回来36点 那没有关系 那是正常的 因为上个礼拜涨了500多点 那礼拜一这边稍微拉回一下没有关系 那贵埋指数还是红的 就代表说 这个资金还是在中小型股在打赚 那这个还是很多资金在中小型股 那全职股稍微休息 所以指数稍微拉回来 那没有关系 那各股都是在轮涨 轮涨 拉回来都是买点 那这个是贵埋的指数呢 也是周线也是红的 那我们可以看来说最大的重点是说 好那现在如果要买 要买什么样的股票 拉回来什么样来选股 因为这个多头确立 趋势确立 那这个像上个礼拜你记得吗 那个散热的那个双红 是 涨到700多块 没错 奇怪 那个涨了这么多 那你看像这个机 这个是散热机 最左边那一个画面是散热的这个机制 就是水能的这个机制 那这个中间这个是水能益能的这个机制 那右边这个就是一个壳 那这个散热呢 它也需要 因为现在因为AI高速运算 要处理大量的资料 所以它会产生高温 那高温就要散热 没错 那现在大部分都气能 但是未来会水能 液能 这个都是已经在研发之中了 那很重要啦 就是说你这个散热还有这个资料剂 你不管怎么样用什么样的方式 你都要有一个壳嘛 对不对 所以散热很重要 机壳也很重要 那什么样是机壳股 现在最近机壳股还没有涨 我们要注意一下机壳股 像这一档就是机壳股 是秦城 8210的秦城 那它去年成长了6% 那今年12月又大成长 已经有累积78% 那重要的是说上个礼拜 GTC大会的时候 它宣布 它跟辉达合作 辉达选它作为 MGX这个模组的2U的 这个机壳的合作伙伴 所以这个是一个利多 那利多以后它就涨上来 涨了三四天 那现在是在休息 今天在休息 那这档股票你可以看 那个圈起来那个地方 圈起来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 323块 那在高点的时候 320块的时候 我带着我的团队 卖出 那现在跌下来跌到260 那上个礼拜发布 利多涨了两三天 现在在自己整理 那怎么操作 这比较重要 对不对 利多也发布了 那发布又涨了四天 现在又休息了 那怎么操作比较重要 我在320的时候 带这个团队卖出 那现在下下来了 卖的对 大家都赚钱 那现在 怎么操作 该怎么操作 对 这才重点嘛 你会操作 你就自己操作 不会操作 你就打电话进来 或是在下方留言 下方留言 我可以回应你 告诉你怎么操作 像这个 我在影片上都有提过 去年150块的时候就已经讲了 那你如果没有时间看我的影片 欢迎加入老师的LINE 是 哪一页我上面也都会提醒 你也可以在哪一页上留言 问我怎么操作 我都会回应你 那他为什么有这个利多在 他就利多就是什么 他在整个去年 我刚刚提到去年2023年 他6%的成长 那今年还会成长更多 一二月已经反映出来了 那刚刚我讲到他 那辉达的选他做伙伴 这个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利多 那另外就AI他今年 一季还会再成长更多 去年就已经有预估 有30% 那当然每一家对AI的定义不同 是 那这个是他的这个周线 那我刚刚已经讲了 你会操作就自己操作 不会操作你就来问我 看要怎么操作 那观众朋友可能还在问说 这个200多块的比较便宜的 一样是饥渴股 有这档股票 银广 他也是做饥渴 他以前是做PC的饥渴 去年他转型为伺服器的饥渴 PC跟伺服器饥渴就不一样 现在AI伺服器最夯 是不是 那去年PC跟MV都不是很好 所以他转型是对 说他是转饥股 去年虽然营收还没有成长 是稍微负得1.2% 但是今年到二月会已经成长68% 所以这转机股很重要 他到了91块的时候 有拉回来 那现在今天又站上了平均线之上 他都一直在77块到90块之间 那怎么操作 你会操作你就自己操作 不会操作你就打电话进来 或是在LINE上留言好不好 那他预估今年2024年 第二季的伺服器会占到50% 我刚刚讲他是转机为伺服器 他占到50% 而且他系统组装能力 已经到Label 11了 Label 11的系统 这表示说这个东西出货价 单价是比较高 那怎么操作你会操作 不会操作你就打电话进来 那这档股票安格的 还有这档股票心顶也整理很久了 那你也可以关注一下 那现在做投资要多做功课 如果你不会做 没有时间做 那你可以委托代课操作 那这个影片请你按赞分享出去 开一小铃铛 我会在LINE跟Telegram继续追踪 感谢许伯精彩的分析 那记得加入老师的LINE跟Telegram 财经急诊室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哈啰 大家好 我现在就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 善导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听什么歌吧 诶 同学同学 你像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哦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耶 那有Sense了吧 拜拜 拜拜 哦 兴趣里就跟着他 也认识